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狼猫 我在這個聖誕節的夜晚 我們要來吃辣的 今年的冬天好像是個暖冬 吃辣的這個性質就不是那麼的 雀躍好不好 所以就會造成 我最近拍的吃辣影片比較少 放屁 我只是比較爛 那我今天要來吃的是什麼呢 我今天要來吃的是這個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在日本 就是我們10月底去日本的時候買的 在唐雞喝的裡面逛一逛 我在想說要不要買一些 好像看起來很辣的東西回家再來開箱一下 結果我沒有找到 不知道到這個 它是什麼東西呢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它都是日文還有韓文 我都看不太懂 不過我們可以看圖說故事好不好 這個它是 的品牌 然後它是一個辣炒的年糕 然後它是一個冬粉 所以它應該就是 那當時為什麼會吸引我呢 就是因為這後面這個 你戴了一個帽子的這個 這個它吃的一個 滿嘴通紅 然後 然後表情十分的猙獰痛苦 這其實不是痛苦啊 這個表情不是痛苦 這是一個十分 雀躍 十分雀躍 十分這個 感動 所以它旁邊這不是汗 是它的眼淚 代表說這個東西是非常過癮 非常好吃的 那我很期待它等一下的表現 那首先 我們先來把這個包裝給拆開 那通常我們吃這種素食的產品 我們也會很講究它的杯子是如何做的 那比如說這個 可能吃一些炸醬麵啊 它會不會有做一些特殊的出水口 讓我們可以把這個不要的熱湯給排掉之類的 那這個 它做的這個蓋子 很方便就可以拿起來 它不是像我們那種阿Q筒麵啊 還要那個 整個撕開 然後有時候還撕破一點點 然後你的一整天的心情就很差 你們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這個不會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蓋子 就拿下來了 好不好 非常的簡單 然後這邊 就是我們年糕的本體了 裡面還有一包乾燥雞 然後裡面還有醬 以及我們的春魚 這怎麼他媽這麼小一個 那這個 這個量是怎麼的 其實是因為吸水會膨脹 所以它等一下的量會 會有明顯的差別嗎 我們等一下煮完就知道了好不好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去煮我們的春魚吧 那我們的春魚已經煮完了 那這一款春魚它的調理方式 跟我們常規煮的一些素食的產品 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通常都是加了熱水 加了這個麵 然後加了調料進去 然後泡過了就好了嘛 那這個它不一樣的是 它比較依賴 微波爐 比較依賴微波爐 它碗的下面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它有條線 在這個地方有個水位的部分 然後我們大概加水進去到這個水位 加熱水 其實我不知道它到底 我加冷水還是加熱水 我剛才加熱水 然後再放到微波爐裡面 微波大概四到五分鐘左右 其實蠻久的一段時間 然後我剛在煮的時候 我還聽到我爸在講夢 馬上不知道嚇死 不過打開微波爐的時候 我覺得嚇一大跳 它裡面的這個量 只有這麼點點 比那個水位還要再低 然後我不知道它那個調理的時間 到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因為我覺得 它這個醬都已經搭到這個邊這樣去 我打開的時候 還以為它這個燒焦 你知道嗎 然後它這個春雨的量 真的是很浪費 衣服 不過它目前聞起來的味道是香的 就是很典型的傳統 韓式撒香麵的味道 那它調理的過程要微波這麼久 主要就是因為要把這個 年糕把它熱得透 要不然也不小心熱得透 其實沒有到很辣 大概中辣左右 還蠻爽口的 就我比較喜歡吃 超重口味的人來說 算是爽口口味 然後這個年糕 有點難用 不知道是不是不會撥太久 水噴太乾 有點偏太硬 然後試著看我們春雨的部分 它咬起來有一種橡皮筋的口感 會回彈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春雨的部分 比較辣 因為它整個把醬汁都吸進去 還蠻好吃的 因為年糕它中間 畢竟很難去入味 它就是 整個味道都是依靠 它飄成 所沾附到的那些醬料 就裡面的部分 它也是就是 頂糕的原味 那這個春雨都不一樣 它咬我近 很彈 很Q彈 我第一次吃過這樣的春雨 可是它這個量真的太少啦 真的太少啦 它至少要給個兩倍吧 我覺得兩倍都太少耶 它真的加起來就這樣一坨 沒了 然後底下全部都黏了 當初真的應該多買幾碗 然後把它弄成 一大百公尺 這塊真的多買 然後這一款麵 真的有一股 有一個很好笑的地方 就是大家 剛剛應該有看到那個 年糕的量吧 那個年糕的量 佔了整個產品 體積的 應該有 四分之三吧 大概有七成以上 都是這個年糕的 就顯得好像這個春雨 是旁邊配襯的 就是配材的 這是配材 然後年糕才是主食 我會希望 冬魂的部分給多一點 因為畢竟它吸湯汁嘛 對不對 它把整個醬料的味道吸起來 吃下去的時候 再一直在你嘴巴裡面爆發出來 那個餐料真正的過癮 其實說真的 我吃了這麼多韓國的這些素食餐品 他們的韓式炸醬真的是深得我心 就不管是哪一個牌子 這個韓式炸醬真的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因為韓式這種鹹甜鹹甜的食味 還有那一股香味 哇 吃起來真的很酥 你看看這個冬粉的彈力 真的很高 絕大部分醬料都吸在裡面 所以有點鹹 有 有 哇 這一款 有讓我感動到 只差沒流淚 好不好 哇 整個下去還真是有點辣 OK 又到我們評價的時候 這碗麵 我給 8分 那其實它的味道 我是可以給到9分的 但是為什麼是給8分呢 因為它的這個量 少到讓我有點不爽 尤其是我現在是一個 有點餓的狀態 所以它完完全全只能做一個點心 就是隨時你消遣想要吃一下那種點心 它甚至不能拿來當作宵夜 你知道嗎 因為宵夜有時候也是想要填飽肚子的感覺 就是會有點餓 但是這個完全不行 如果它真的要達到 我一般吃宵夜的量的話 至少要3倍 也就是說這麼大一個碗 它前面還有裝到 就是這條餡的部分 這條餡的部分 它才算幾個 才算是有9分 的一個評價 那這款它的味道 夠辣 夠香 那但是因為它的這個量真的太少 就是春雨的部分 冬粉的部分真的太少了 整個湯汁吸進去 整個醬料吸進去的時候 鹹到有點烤焙 所以說這個部分也是有點扣分 就是 到底為什麼不把那個 冬粉量弄多一點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剛剛那一整坨 它醬料已經多到整個冬粉 都已經浮掉的感覺 雖然說它的口感還是保持在一個 非常完好的一個狀態 但是 整個糊起來的感覺 吃下去就是鹹到爆炸 那解決的方案呢 除了他們公司 自己把這個 冬粉的量 調整 至少3倍 不然就是你真的 要買個3碗來吃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打開一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別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要打開小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不要靠北 我真的很餓 掰掰